歡迎收看8月22日的港獨新聞 我是潘文玉 空中大學舉辦108學年度的畢業聯誼 在這群畢業生當中有一位72歲的阿公 原本只有國小畢業的他經過4年的努力學習 在今天得到畢業證書 他說進修讓他學習到許多新知識 也認識了很多朋友 可以像這樣活到老學到老是一件很棒的事 穿著學士服開心地接下主任頒發的畢業證書 這裡是國立空中大學在科工館舉辦的畢業聯誼活動 而空中大學過去開設許多專班課程 吸引不同年齡層與各行各業的民眾參與進修 透過課程學習新知增添生活樂趣 都進修的這個終生學習的環境 那我們其實有6個科系 那其實我們的學生從大概十幾歲到八九十歲都有 而且是各式各樣的各行各業都有 那個上課的課程是非常多元化 那又非常的彈性自由 那他不需要很長的時間到學校來 所以說他可以兼顧到學業家庭各方面 那大家就會比較有彈性 那也可以自由運用自己的時間 在這群畢業生當中有一位72歲國小學歷的王仁順阿公 平常在台南勿農 農賢時間除了投入志工以外 更輕於課業學習 也都會認真完成老師交代的作業 阿公說參與這樣的課程學習到很多知識 也認識了許多同學 是個很有趣的體驗 經過四年努力與辛苦的學習 阿公在拿到畢業證書的那課 臉上都掛滿笑容 主任與老師也提醒畢業生們 要不斷汲取新知 活到老學到老 讓學習豐富生活 記者李正道 潘文玉 高雄報導